天刚蒙蒙亮,我就离开了那张倒霉的床 我对那年轻女仆抱怨了一番 然后要求换一件干净衬衫 她却回答我,只有到了星期天才能换衣服 我威胁她说要到女主人那里去告状 她却笑了起来 而我的伙伴们也嘲笑我 此时我平生第一次因苦恼和愤怒哭了起来 那几个倒霉鬼跟我同样处境 可他们已经泰然处置了 我垂头丧气,一上午都在课堂上睡觉 一个伙伴把我疲倦的原因告诉了博士 不过他的用意却是取笑我 善良的神府把我领进他的小屋 听我讲述了一切 他靠自己的眼睛证实了我所说的都是实情 当看到我全身满布着肿块和斑点 他大为震动 马上领我去找斯洛文尼亚老太太 把我的情形指给她看 她装出一副诧异的样子 把全部过错都推在女仆身上 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马上就把她撵走 就在这时 那女仆冲过来 冲着主人教导 应当由老太太本人承担责任 女主人勃然大怒 给了她一个耳光 女仆马上回敬她一剑耳光 然后夺路而逃 博士把我交给斯洛文尼亚老太太 向我保证 等我跟其他学生一样干净之后 就会让我继续上学 然后就走了 她一走 我便挨了那老太太好一顿训斥 最后她威胁我说 如果我再给她找这样的麻烦 她就把我扔出去 她给了我一件衬衫 一小时后 一个新女仆把床具都换了 老师教我功课特别认真 她指定我坐在她桌子旁边的座位上 为了向她证明我懂得这是荣誉 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学习 一个月后 我的字已经写得相当好了 她可以转而教我语法了 帕多瓦的空气明显地改善了我的健康状况 可是我越来越健壮 饭量越来越大 也就越来越容易饿 苦难会逼的人想办法 我发现食品柜里有五十多条熏飞鱼 它们逐渐被我吃得一干二净 所有挂在烟道口的香肠 还有我能在鸡窝里找到的鸡蛋 也都进了我的肚子 我甚至还偷吃到我老师的厨房里去了 这些事弄得斯洛文尼亚老太太满腹疑团 可她又没能力将小偷当场拿货 便赶走了一个又一个女佣 而我还是瘦骨伶仃 四五个月之后 我在学校里进步很大 博士让我做班长 我可以检查同学们的作业 给他们改正错误 加上表扬或是批评的暗语 然后交给老师看 可是我的严格劲并没能持续多久 因为这些懒家伙很快就发现 该怎样让我把分数判得松一点 当他们的拉丁语作业满是错误时 他们就用好吃的甚至钱来贿赂我 这唤起了我的贪欲 所有不肯贿赂我的人 我都不给他们好分数 最后有人向老师告我的状 老师证实了我的勒索行为 宣布撤我的职 在这件不愉快的事之后的一天 如果不是因为我有明显的饥饿症状 那位仍然很赏识我的博士 也许就不会私下问我是否愿意离开 斯洛文尼亚老太太的膳素公寓 住到她家里去了 听了她的建议 我欣喜若狂 她马上叫我写三封信 分别寄给格里玛尼教师 巴弗先生和我的外祖母 格里玛尼教师没有答复我 而是委托她的一位朋友 奥塔维阿尼指责我 说我不该受人家的诱惑 巴弗先生跟我的外祖母说 她应该马上回信给我 这样我在几天内就可以过得比现在快乐 事实上八天之后 就在我刚要坐在饭桌前的一刹那 这位了不起的妇人出现了 我向她冲过去抱住她的脖子 泪如泉涌 我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我的勇气苏醒了 当着斯洛文尼亚老太太的面 我隶属所受的苦 要求外祖母带我出去吃饭 因为我六个月来都在受着饥饿的煎熬 外祖母心平气和地 要求斯洛文尼亚老太太 马上收拾好我的全部东西 然后就把我带到她住的旅馆去了 她自己几乎什么也没吃 只是精益地注视着我的禅相 我狼吞虎咽地把食物一扫而光 这时格奇博士也来了 单凭外表 外祖母便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是一位二十六岁的英俊神父 健壮 谦和 彬彬有礼 一刻钟之内 他们把一切都谈妥了 善心的外祖母赋给她二十四个柴溪内 作为一年的预付费用 但是她还是要把我留在身边三天 好把我打扮得像个神职人员 还要让人给我做一顶假发 三天之后 外祖母亲自带我去见格奇博士的母亲 并跟她说她会尽快给我送一张床来 或是买一张 博士却说我可以跟她睡 她的床很大 外祖母对这个建议表示感谢 随后我们把外祖母送上三围帆船 这船将把她带回威尼斯 在格奇博士的家庭成员中 有她的母亲 她做鞋匠的父亲 还有她刚满十三岁的妹妹贝蒂娜 贝蒂娜很漂亮 爱读小说 她父亲总是斥骂她 不该在窗口晃来晃去 博士却反而因为 她对书本的痴迷而责备她 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而她也在我的心灵里投下了 最初的某种激情的火花 后来我才能渐渐控制这种激情 感谢观看